全红禅回家过国庆,家人准备一桌大餐,全妈炫耀女妮买的礼物,奥运冠军全红禅在巴黎未免冠军后,成为了人气最高最受欢迎的奥运冠军,先后被邀请身家各种晚会和商业活动,可以约成为了最忙的奥运冠军,各种活动,这可把这个17岁的奥运冠军挤累坏了,而全红禅最开心快乐的就是回家了,在这个国庆期间,全红禅如愿再一次回到老家湛江麦河村,禅宝一回来, 整个村子都热闹沸腾了起来,安保运景增多了,游客人山人海,全红禅回家可开心了,又可以见到小女孩和父母家人了,甚至全红禅回家,全红禅哥哥一家人准备了大餐,羊肉,牛肉,大虾,鱿鱼,海鲜,蔬菜,准备晚上一大家子人打鞭炉一起团聚过国庆,热热闹闹闹,而全红禅妈妈先到女妮禅宝回家,非常高兴的,在直播间又再一次唱歌几大家听, 满满的喜悦至情,甚至全妈妈还向大家,是要自己女妮给自己买的礼物,项链和金镯子,全妈开心傲娇的月,我女妮买的,我女妮买的,产宝真孝顺懂事,看看她妈妈脸上喜悦的笑容,就知道产宝有多爱妈妈,产宝内心环是很孝顺,只是不善表达,行动证明她是很爱妈妈的,全妈真幸福,生的都是孝顺的女女,妈妈大大咧咧墨心气, 爸爸智慧,她是勤劳三观正,最好最幸福的一家人,全红禅国庆假期回到老家,家乡被围的水泄不通,中秋假期的时候,全红禅是回到了老家,当时不少人都是到全红禅的老家麦河村,去拍照打卡,看来是想要沾沾世界冠军的喜气, 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做得有一些过分,人家全红禅一家都休息了,环在那里大吵大闹,影响到了全红禅一家人的正常生活,这段日子全红禅是各种活动不断,前不久因为做客直播间,在直播的时候吃东西,环遭到了一些人的吐槽,确实是挺离谱的, 后来看全红禅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表情都是非常严肃的,看来心情多少环是受到了影响的,除开拿到世界冠军的标签,人家全红禅就环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已,这次国庆假期全红禅又回到了老家,哥哥为其准备美食,跨越全红禅的父母确实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,这样才能让兄妹之间的相处这么融洽,当全红禅拿到世界冠军之后,人家一家子也没有利用全宝的热度, 全红禅的父母都是果农,哥哥全净化也在助农,如果越打上全红禅的旗号,这种热度自然是会高了许多的,但是全红禅的父母认为,应该脚踏实地,不能消耗你你的这波热度,每次全红禅回家都是会大方抱娃,看来环是很喜欢小孩子的,回到老家之后,全红禅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已,加上在父母身边,那一直都会是一个小孩子而已, 总有一些人对全红禅的要求特别高,实际上多数家庭未成年的孩子,压根不如人家禅宝,化跃那些对一个孩子各种挑剔的人,到底是什么心态啊? 多数人都觉得全红禅出身普通家庭,还能靠住自己的天赋,与努力拿到世界冠军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寒门仍能出柜子,只是多年如一日一直都是在努力训练,在待人接物上有一些做得不妥当的地方,其实是可以理解的, 这次回到老家,希望大家可以让禅宝安心的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欢乐时光,很多时候,家其实是压力大后放松身心的地方,全红禅能有时间回到家乡,当然更想的事情是和家人度过,而不是被外界的各种打卡的人影响心情, 如果是真喜欢全红禅的人,当然也是不会去影响到全宝的正常作戏的,而是应该完全尊重全红禅,全红禅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可以拿到世界冠军,还能有人比其更加优秀的吗? 全红禅到大会堂生家国庆活动,国庆活动上,全红禅不仅仅是个跳水小公主,还是个社交小能手哦,他竟然遇乒乒乓球界的小王子凡着弄不弃而遇,你们知道吗? 这两位体育界的颜值蛋,当简直就是在互相发光发热,场面温馨的让人想唱歌,两人的互动友好,仿佛在乐,我们的运动运不尽靠实力吃饭,颜值也很重要呀,而网友们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,纷纷在社交平台上热议二人的友谊感,有的调侃乐,这么一对,真是体育界的金童玉女,还有人直夸他们的颜值,简直让人心动,不过,最让我忍惧不惊的是, 有小伙伴越,要是樊振东跟全红衬组成组合,那简直是跳水家乒乓的神级搭档,哈哈,真是笑死我了,当然,作为跳水制的代表,全红衬莫有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,他在活动中与其他奥运冠军们共同庆祝祖国的生日,脸上的笑容比阳光环耀灿烂,完全是荣耀的化身,看出他那种骄傲又自信的样子,真是让人心里一阵激动,网友们纷纷为他的表现感到自豪, 全红衬,你是我们的骄傲,大家都觉得他在为祖国争光的时候,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,水月跳水只是一项运动,看看全红衬,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,爱国从来不是口号,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生育的使命呀, 然而,活动结束后的全红衬,却挤大家带来了另一番热议,在大家还沉浸在国庆的氛围中时,他竟然小跑住离开会场,手里提出一个装有国宴剩余食物的袋子,这一幕顿时引起了社交媒体的轰动,不少网友为他的节俭美德点赞,纷纷表示,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,有些网友甚至开玩笑的乐, 全红衬真是太贴心了,回去一定几家人尝尝这份盛宴,不过,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公众人物带住剩饭,这形象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呀,可现,不同的人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,这样的讨论反倒让全红衬的人气更上一层楼,总的来月,全红衬在国庆活动中的表现真是让人佩服,他不禁展现了作为运动运,应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, 够以实际行动告诉大家节俭和珍惜资源的重要性,这样的气度,真的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反思,所以,亲爱的们,咱们也要向全红衬学习,无论是在生活中,还是在工作上,都要珍惜每一次机会,感谢每一份收获,毕竟,家庭也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嘛,期待全红衬的下一次精彩表演,咱们一起继续关注吧,全红衬帮二姐全红月追星,找郭晶晶要签名, 全红衬,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上红透半边天的小姑娘,真是及我们带来了无数惊喜与感动,跃到她,大家一定会想起那一跃而起,如同鹰飞燕舞的夺冠瞬间,而红衬回了家,带住满满的温情与感动,再次引爆了我们的朋友圈,开与家人,尤其是二姐全红月之间的互动,让我们中温了那份朴素,而又亲切的情感,什么才是亲情,什么才是支持,回老家, 红衬的到来简直就像是几家乡的老百姓们,打了一记抢心针,想想看,哪有谁家能养出这样一位大明星啊,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个个,都是笑得合不拢嘴,早早就聚在村口,恨不得把她捧回家去,小姑娘坐住车子走进村子,害羞的笑容让人瞬间心醉, 谁能想到,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,竟然是我们国人的骄傲,当她和家人团聚的那一瞬间,真的是感动得连泪水都要夺况而出, 全爸早早的就准备好了一个超大的中秋月饼,像指住全家团圆的美好愿望,脸上的笑容如同花年一般绽放,看到父亲那满是骄傲的样子, 谁能不被打动呢,一个运动运的成功,掠到全红禅的二姐姐全红月,哎呀,那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, 虽然有助不同的性格,红禅活扑好动,而红月则温柔稳重,但姐妹俩的感情,那可是深厚的很, 她俩从小就一起长大,心灵相通,彼此依靠,无论是在跳水训练里环视生活所示上, 陈红月总是充当那份强有力的支持,无微不智的照顾住这个小妹妹,这种深厚的感情,不止如此, 陈红禅这次回家,也是想起二姐一个惊喜,她绝对莫有忘记红月心里那个要追星的梦想, 心里惦记住跳水女皇郭晶晶的红月,红禅可莫能做事不理, 在她看来,为什么不趁这次机会,帮助自己的姐姐去追一下偶像呢? 乌氏,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当即决定,要为二姐追星,在一次叫人心动的活动中, 红禅中误陷到了自己的偶像郭晶晶,我们是想一下,当陈红禅走到郭晶晶面前, 心里该是多么激动,紧张,她大方的跟郭晶晶跃,让我姐追星,可以帮我签个名吗? 这样简单直接的请求,完全是小粉丝的真实谢照, 每一个追星的小姑娘,不都是希望能得到偶像的一点关注吗? 陈红禅的勇气,瞬间把气氛推向了高潮,郭晶晶听后,脸上露出了和矮的微笑, 接住月道,想让我签名,好啊,拿快月饼来换吧,这句话让全场瞬间笑成一团, 充满了欢声笑语,郭晶晶的幽默欲亲和力,让人不得不赞叹, 这不仅仅是两代跳水运动运之间的亲切互动, 这段竹梦的追星故事,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, 巫视,互联网上人们讨论起这个轻松又温满的时刻, 纷纷转发,点赞,称赞全红禅和郭晶晶的互动, 为静点追星瞬间,这样的故事,让人彻底感受到一众温情和善意, 无论是冠军的光环,环是追逐梦想的初心, 从这一点来看,全红禅和郭晶晶的经历,挤了我们一众希望, 激发了我们每个人追寻梦想的勇气, 无论是年轻运动运,环是普通人,都会有崇拜偶像, 追梦的时刻,全红禅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, 追寻梦想,真是家人挚爱的平凡之道,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 戒指观的多元化,让许多年轻人在追求理想时会感到迷茫, 全红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, 什么叫做不忘初心, 他在追求自己的事业,不曾忘记陪伴家人在身旁, 就像他像郭晶晶索要签名一样,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实现内心的小愿望, 这次的中秋佳节, 全红禅的回家之旅, 也不仅仅是一个庆祝团圆的故事, 更像是一众情感的归主, 让我们看到了家人, 支持, 爱与梦想这些美好元素在生活中交融与碰撞,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, 我们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, 是不是也该时常回望感恩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呢? 在一片欢乐与温馨之中, 红禅的回归为家乡, 带来了一阵阵的欢声笑语, 他不止一次的提到, 家人是他的最大动力, 正是有这样的支持与鼓励, 才让他在跳水的道路上不断进步, 也许, 他的每一次乐器不仅仅是为了荣誉, 期待未来的全红禅, 我们相信他枪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, 在追求梦想和肯定家庭之间的平衡, 他能够让更多人知道, 光辉的背后, 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温馨与坚持, 无论枪来迎接他的是什么样的挑战, 只要保持初心, 继续努力, 越到这里, 回家的红蝉仿佛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正能量, 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, 他的故事又重新点燃了追逐梦想的热情, 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份美好, 这段许多网友称之为尽点追星瞬间的故事, 犹如一道光芒, 温暖了许多追星少男少女的心, 人生中不乏偶像, 也不乏梦想, 而更重要的是, 当我们跨过了追逐的迷雾, 回头看看, 不正是陪伴在身边的家人与朋友, 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吗? 国庆期间全红蝉现身麦合村, 家乡人民夹道欢迎, 归乡奇迹, 在这个国庆假期, 陈红蝉的归乡之旅, 如一颗重磅炸弹, 引发了无数的讨论与关注, 作为一名16岁的奥运冠军, 他的回乡不仅是一个简善的探亲之行, 更是一个关乌乡村振兴与社会影响力的缩影, 这一事件让我们不禁思考, 陈红蝉的归乡能为他的家乡带来什么? 而他与乡民之间, 又会产生怎样微妙的情感互动? 当时月二日的阳光洒落在麦河村, 村民们的心中充满了激动与期待, 陈红蝉回家的消息, 如同闪电般转变小村庄, 立刻引发了热潮, 乡亲们放下了手中的农活, 纷纷涌向他的家, 街道瞬间变得熙熙攘攘, 有人兴奋递乐, 我从来莫想过能在家乡陷到这样的大明星, 这样的情景不禁展现了陈红蝉在当地的至高地位, 热情的背后却隐藏住意想不到的冲突, 随住人群的聚集, 原本宁静的小村庄, 瞬间被热闹的气氛淹没, 交通状况变得异常糟糕, 车辆无法通行, 行人也被拥挤得人流困住, 村里的安保人欲迅速行动, 试图维持现场秩序, 在这样的情况下, 乡亲们的热情与混乱形成了显明对比, 令人深思, 当一个小村庄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时, 如何平衡热情与秩序之间的关系, 陈红蝉在各个的直播间里露面, 瞬间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关注, 我想亲眼献献这个奥运冠军, 直播间的人气飙升, 流言如潮水般涌来, 陈红蝉与网友们的亲切互动, 让人们感受到她的真实欲亲和, 有人评论道, 这样的陈红蝉更让人喜爱, 她的出现不禁让直播间获得了大量关注, 在接受采访时, 陈红蝉坦言, 回到家乡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欲自在, 她越, 虽然在北京的生活很忙碌, 但回到家乡时, 心里总是踏实的这种亲切感和归主感, 不仅体现了陈红蝉对家乡的深厚情感, 也让人们意志到, 作为公众人物, 她肩负助社会责任, 这种责任不禁现屋竞技场上的表现, 陈红蝉的归乡之旅, 不仅是她个人的心灵归, 主, 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, 随着她的归来, 麦河村再次成为了焦点, 相信们的热情也为未来的乡村发展, 带来了许多可能性, 通过她的影响力,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座曾被遗忘的小村庄, 甚至希望能够前来探访, 随着全红蝉的故事, 在网络上被广泛撰播, 乡村振兴的话题愈发引人注目, 我们不禁思考, 明星的效应是否能真正促进地方, 竞技与文化的转程, 在全红蝉的影响下, 麦河村是否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, 这些问题不禁值得关注, 陈红蝉的这次归乡之旅, 不禁让麦河村的乡亲们感受到她的亲和力, 更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, 看到了运动运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感, 她的行动让我们意志到, 作为公众人物, 他们不禁可以在竞技场上追求卓越, 还可以通过实际行动影响和激励更多人, 在未来的日子里, 我们期待陈红蝉继续在赛场上发光发热, 同时在生活中赚地震能量, 万万莫想到, 陈红蝉国庆回家, 带动家乡旅游发展, 陈红蝉继麦河村, 流量的盛宴, 十一黄金周, 本是何家团圆, 共庆家节的时刻, 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庄, 麦河村, 却上演出一场热闹非凡, 却又令人深思的流量盛宴, 奥运冠军陈红蝉回家探亲, 却意外地将家乡变成了人山人海的景点, 引来无数游客蜂拥而至, 呛原本宁静的乡村生活脚的天翻地覆, 这究竟是体育明星的荣光, 环是流量时代的悲哀, 一, 从跳水台到打卡地, 故事的开端, 原物一位网友在麦河村偶遇全红蝉, 并呛视频上转网路, 短短时间内, 视频迅速发酵,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, 全红蝉的家乡, 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, 一夜之间成为了众人主目的焦点,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, 只为一赌奥运冠军的逢彩, 呛麦河村变成了一个临时搭建的5A骑警区, 这不禁让人想起曾经的网红打卡地, 那些因为一首歌, 一部电影, 甚至一个梗而爆火的景点, 他们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, 带来了经济效益的飙升, 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, 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, 麦河村的变形剂, 是否会重蹈覆辙, 二, 流量的双刃剑, 对乌麦河村而言, 全红蝉的到来无疑是一记抢新针, 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商机, 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, 甚至可能创造就业机会, 提高村民收入, 正如文档中所约, 每次回到老家都能创造一些就业, 和几当的人民增加一点收入, 这对乌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, 无疑是巨大的利好, 流量的另一面, 却是令人不安的喧嚣欲侵扰, 全红蝉的日常生活, 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, 私人空间被无限挤压, 从文档描述中可以看出, 每次回家都挤当地带来一定的轰动, 完全没有私人空间, 生活一点点的细节都挤罩了进去, 试想,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, 在享受挪得的假期时光时, 却要时刻面对镜头和人群的包围, 这是一众怎样的压力, 更令人担忧的是, 一些人为了满足猎奇心理, 甚至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, 严重侵犯了全红蝉及其家人的印刺权, 这种行为不仅缺乏基本的尊重, 也可能带来安全硬患, 这种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行为, 值得我们深思, 三, 从个人到社会, 全红蝉的遭遇, 并非个例, 在流量未亡的时代, 个人印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, 为了博取眼球, 一些人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印刺为代解, 这种现象,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, 我们是否应该为了竞技利益, 而牺牲个人印刺, 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满足好奇心, 而无视他人的权利, 在追求流量的我们, 是否应该坚守道德底线, 陈红蝉的故事, 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明星的个人遭遇, 更是一个社会现象的缩影, 它反映了流量时代下, 个人与公众竞技发展, 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, 四,平衡与克制, 在流量时代, 我们该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众利益, 如何避免流量的负面效应, 我们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, 明确个人印刺的保护范围, 严惩侵犯印刺的行为, 媒体和平台应该加强自律, 不转播未尽授权的个人资讯, 引导公众理性追星,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, 尊重他人印刺, 不盲目追逐流量, 做一个负责任的网路公民, 正如文档中所约, 我个人觉得去看一下可以, 但是尽量不打扰人家的生活, 到实践休息的时候, 就不要打扰人家的, 而且有些小问题, 也莫必要全部曝光出来, 尽量转播正能量, 这才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, 全红产玉麦和村的故事, 即我们敲响了警钟, 在流量的盛宴中, 我们不能迷失自我, 更不能以牺牲他人权利未待见, 只有让流量回归理性, 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谐, 健康的网路环境, 你如何看待全红产的遭遇, 你认为在流量时代, 我们该如何保护个人印私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 分享你的观点, 然后请不吝点赞, 请不吝点赞,